另外一项艺文活动就是2020花莲合唱团的公演 11月15号即将在花莲县文化局演艺厅来举办 这次演出的主题是以光阴的故事来诠释人生走过的光阴 花莲合唱团在假日期间则是继续在过子旧纪念馆一起来练习 为了就是迎接11月15号在花莲县文化局的公演 花莲合唱团副团长叶瑞森表示 这次主题是以光阴的故事为主题 诠释人生如走过光阴的故事 期盼共度闪亮的日子 我们这次的演出主题叫做2020光阴的故事 为什么叫光阴故事 因为我们选的曲当中大概有七首跟光阴有关的 第一首叫做来不及勇敢 这是大陆的动画片的一个主题曲 它代表的是一个很青涩的一个光阴 就是谈年轻人读高中时代的一些恋情跟友情的故事 第二首当你老了 当你老了代表的就是我们过去对光阴当中的一个留恋 珍惜 另外还有就是时间都到哪去了 这首歌大概就代表着对逝去光阴的一个怀念 另外我们选了一首是一个很凄美的 在南北朝时代一个将军跟美女的故事 那我们除了选光阴的故事这些曲目之外 我们每年配合花林地区族群的融合 所以我们的歌曲有外文歌曲 有国语的 有闽南语的 有客家语的 还有原住民语的 所以我们今天在原住民的部分 我们就特别请了秀林的齐来合唱团 原汁原味地用太鲁歌族语唱了两首 赞颂上帝的歌曲 因为用太鲁歌族语 所以我们到时候现场 我们会有中文的翻译 放在我们的字幕机里头 另外在闽南语部分 我们选了大家非常熟悉的 郑敬衣的嫁奥 这代表是夫妻的深情 另外一首叫做 《阿爸的心肝不悲》 代表是一个清醒的歌曲 在客家语的部分 我们也选了两首 另外我们一首主曲 也是我们那个年代 大家喜欢看的 《武侠连戏剧》 这个主曲里头包挂了 我们用广东话唱的 丑流香 丑流雄 还有神雕侠里 倚天屠龙记 还有笑傲江湖 在万文歌曲 我们选了两首 这两首也很有特色 第一首就是埃及王子 动画片里头的主持一曲 就是摩西的故事 另外除了一般的钢琴伴奏之外 我们另外加了大概十首歌曲里头 用打几页伴奏 大概有四首歌曲 用加进二胡 也有四首歌曲 加进萨克斯风 所以这些点点滴滴呈现出来 11月15号晚上7点半中 在文化级演艺厅的一场 2020光阴的故事 花莲合唱团的演唱会 内容精彩可奇 欢迎我们爱业的朋友 到时候能够锁票到场 我们锁票的地点 就是文化局的各个锁票点 另外今年我特别把我个人的手机号码 0937-168-385 很好记 0937-168-385 可以用简讯跟我锁票 也可以用我的email yehlib小老鼠zmail.com 锁票 目前我们放在锁票里的票 所剩不多 请爱业朋友们能够积早锁票 为了服务大众 除了11月15号 在文化局演艺厅主场表演之外 还特别安排在11月10号 到花东防卫斯威定部 复兴北营区绕金演出 11月11号到四围高中表演 军中场都要不开放 校园场社区民众可以免费自由进场 文化局则是才免费锁票进场 欢迎欢迎乡亲来分享团圆们 一年来的努力的成果 2020年花莲合唱场 光阴的故事 11月15号文化局演艺厅 ye 记得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